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手机、AI算力和应用软体高效重在,运行需求越来越高,CPU各类技术的升级重点,转向寻求效能,能效的最佳平衡点。 而通过系列架构创新升级,联发科旗舰新品天机9400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天机9400采用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工艺打造,成为安卓阵营首科采用三奈米工艺的手机晶片。 相较5奈米技术,台积电三奈米技术的逻辑密度增加约60%,在相同功耗下速度提升18%, 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2%,这位天机9400带来了更优异的效能和能效表现。 针对不同负载的应用场景,天机9400在CPU核心配置上延续了全大和一加三加四设计,不难发现。 天机9400的设计理念提现为选择大底、适合的频率、低压的方式,实现极致效能、功耗和能效。 这也解释了联发科为何并不热衷于将天机9400的频率拉满。 以及没有使用ARM最新的Cortex-A725大和,而是通过不同的大和和频率组合实现效能提升目标。 同时,为了充分发挥CPU效能,天机9400配备全球最快的手机机翼体,三星10.7G LPDDR5X效能倍增的超大快区,以及业界第一颗4nm的无线WiFi晶片等。 这使得天机9400大幅提升了资料传输速度和应用加载时间,运行大型应用和游戏等更加顺畅。 在AI算力需求大增,以及3A手游大作陆续推出等背景下,GPU的绘图处理能力已成为旗舰手机晶片的核心竞争力。 对此,天机9400采用AR目前效能最强、能效表现最好的绘图处理单元,以Mortalis G925GPU拥有全新顶级12核。 基于此,在3DMark项目实测中,天机9400的GPU效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41%,而在同等讨分成绩下,其功耗却降低了44%。 另据GFXBench的测试,天机9400在1440P离屏、Voken场景中表现出色,达到了134针的成绩,超越了目前市场上主要旗舰竞品。 此外,在游戏体验方面,天机9400不仅效能和能效大幅领先,还首发了一项P美PC端顶级光追技术OMM追光引擎,首发星速引擎超分技术,首发端侧AI语音教练, 并对兴速引擎MAGT3.0进行了升级,使天机9400成为引领行业的旗舰游戏底座。 其中,OMM技术通常用于处理游戏中的透明或半透明材质,通过使用微小的不透明度贴图模拟物体表面的复杂细节, 从而减少需渲染的多边形数量,大幅提升渲染效率。 这一技术追求画面局部光追特性,有助于实现全局光照,带来沉浸感,以及提升阴影边缘效果, 促使天机9400在行动装置光追技术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并拉近了行动装置和PC端游戏体验差异。 天机9400的GPU效能提升,大大促进了其生成式AI的应用和体验优化升级。 在AIGC大型期到之前,联发科就锚定AI技术发展趋势,持续从AI硬体到软体,端到端进行系统性的升级优化。 如今,为了支援各类生成式AI应用,联发科凭借深厚积累和前瞻布局, 对天机9400的AI效能进行了大幅升级革新,以打造全新的颠覆式智慧手机体验。 据悉,除了打造天机AI智慧体化引擎,联发科还开发了全新的第八代NPU890, 在智慧、效能和保护隐私方面具备行业领先水平。 根据测试,联发科NPU890的AI跑分超过6700分,可让各类模型平均节省35%的功耗。 这一效能提升为诸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场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使用户在使用智慧装置时感受到更加快速、精准的反馈。 进一步来看,天机9400的关键AI技术主要包括AI图生多模态输入支援、 AI高画质影片生成方案、AI智慧体化引擎类以及AI端侧训练。 其中,针对行业关注的在影片生成上的食欲加速、 联发科技主要是针对4D、5D的Tensor做指令级的优化, 让整个文图生成的过程中在执行时预计算时用上5DTensor, 从而在硬体上做到最好的效能表现。 另外,为了越来越懂用户, 联发科正在有序推进对天机9400的本地化训练。 例如,在用户晚上休息时, 手机接通电源通过NPU进行低功耗训练, 而且手机不会有任何温烫感。 随着本地训练推进将有助于AI绘画、写作等工具的普及, 以及AI创作工具需求不断攀升。 至于天机9400在端侧训练进行反向传播, Backward Propagation的优势主要在于虽然反向传播需要很多反预算单元, 但在联发科第八代NPU上, 将硬体算子和训练指令集融入硬体能够支援的加速指令上, 能做到在端侧快速、低功耗和高效能的生成。 总体上, 作为业界首款专为AI智慧体所设计的NPU, 天机9400搭载的全新第八代NPU890不仅效能较潜移大幅提升, 或苏黎世跑分第一名, 而且首发支援最新的前沿模型, 包括西一代LLM架构和AIGC架构, 以及生成式AI端侧训练和高画质影片生成等。 而基于智慧、强大和私密的天机旗舰平台, NPU890将成为业界首个全能的六边形战士。 市场方面, 联发科2023年旗舰手机晶片营收达到10亿美元, 同比增长超过70%。 另据数据显示, 联发科在2024年第二季度以32%的市场份额再次夺得智慧型手机晶片供应商冠军。 在这背后, 随着近几年高阶手机行业的发展演变, 智慧型手机厂商对旗舰晶片的选用, 以及与相关晶片企业的深度联动和协作已变得至关重要。 以Vivo为例, 基于持续四年首发搭载天机旗舰晶片, Vivo的高阶机型在愈发走翘同时, 逐步在高阶智慧型手机市场站稳了脚跟。 同时, Apple、 小米、 荣耀、 Veon和传音等主流手机品牌, 也陆续选择将天机旗舰晶片搭载在其高阶机型上, 这使得联发科天机系列晶片牢固锁定了高阶旗舰SoC的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 Vivo年度旗舰将全球首发搭载天机9400晶片, 标志着安卓手机阵营正式买入300米时代。 另据传天机旗舰新, 有望首次打入三星旗舰供应链, 获得其新一代旗舰手机Galaxy S25系列的采用, 这将有助于联发科进一步实现品牌向上, 以及促使天机9400持续放量增长。 由此可见, 天机9400展现出良好的市场预期和广阔发展前景。 总体来看, 在智慧型手机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中, 天机9400一系列的技术创新, 不仅显示出联发科在晶片领域的技术实力, 也反映出其对智慧装置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即未来的晶片必须在制程与架构设计上共同发力, 才能在效能与续航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某种程度上, 天机9400在CPU、GPU和NPU上捅破的效能贴花板, 与在端侧AI的全面化开发应用相辅相成, 进而构建起高壁垒、系统化的核心竞争力。 这不仅促使旗舰手机效能和用户体验实现跨越式提升, 也或将进一步引领, 重塑旗舰智慧型手机AP市场格局。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